《紅毛上馬行演員》 《紅毛上馬行演員》成員 來自各種不同的領域 每個人的學習背景跟脈絡也都不盡相同 其實在過去的學習脈絡裡面 比較是繼承中國打擊傳統的訓練模式 所以這些相對僵化的訓練形式 也限制了他们对于马戏表演的想象以及呈现 从这些过去的经验我们发现 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来让大家的视野更开拓 我觉得这个专业计划带给Folka的 更多的是找到新的市场 和找到新的拓展方法 我们其实是在寻找台湾当代马戏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才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当代马戏的工作坊 给我们内部演员的工作坊 第二是国际的共振 给音术家合作的共振 还有被国际的邀演 那第三个部分是国际事务的推广 还有公关事务的交流 跟策展人 还有跟国际的网络平台的互动 在16年的《新中魔鬼》开始诞生之前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跟一个 有马戏导演经验的创作者合作过 这当然目的也是希望 演员们可以藉由跟真正的一个 有马戏背景的创作导演来工作的过程当中 去探索或是去认识 国外的马戏创作者的工作的方式跟形式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当中对于我们来讲 不仅是尝试去学习 同时它是一种互相激荡而产生出来的作品 《新中魔鬼》在2017年的演出 其实算是Volka成团以来规模最大的演出 因为两场一场的观众有1800位 那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演出 所以也是因为有国际资源的连结 和这个计划的支持 所以这个团队有信心去挑战一个新的规模 新的高度的一个制作 我们深深感受到 就是Volka的演员们 藉由这些国际的合作 以及不同领域的创作家 可以非常快速地开拓它一些 对于表演的一些想象 所以后来我们又 我又找了德国的舞蹈剧场的团队 Pecular Man 他们在于舞蹈剧场的背景训练下面 它有很多创作的工具 可以挖掘演员在情感上的表达 菲律宾的视觉艺术家Leroy Neu 他在他的一些当代雕塑上面 有非常强大的视觉艺术的训练背景 所以他在于他的创作的叙述 以及概念的表达上面 都是这些过去的马戏演员创作者 所没有办法得到 在这三年的发展里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 我在2018年代表团队参加了 澳洲表演书四集APOM 那因为在APOM 澳洲表演书四集 认识了周东西先生的关系 那他也邀请我们一起加入 参与亚洲马戏网络的建构 就是Circus Asia Network 简称CAN 亚洲马戏网络是由 七个亚太地区的国家 然后十三个不同的艺文机构 艺文团队所组成 那他的目的是希望共同营造一个 有利于亚洲当代马戏发展的一个 国际网络的环境 透过他们欣赏你的作品 欣赏团队的作品 所给你的回馈 给你的意见 你会重新定位 你会重新定位这个团队 也就是Folka和这个作品 在国际上的位置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有时候可能是比 妖眼来得更珍贵的 因为你重新了解了别人 怎么看待你这个作品 然后你会更清楚 接下来这个作品可能要 往哪个方向发展 或往哪个方向去推这样子 国际巡演对于团队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 演员们可以在藉由 参加国际艺术节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更多 不一样类型的作品 以及创作者 甚至直接跟创作者和演员们 本身做一些意见交换 越多这样的国际的巡演经验的话 其实对作品的整个完成度跟成熟度 都是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我觉得这个计划 后续有几个比较具体的事情会发生 在计划当中 我们跟两个不同的国际艺术团队 一个是菲律宾的Leroy Neu 一个是德国的Pakure Man 这两个计划都会在今年 是我们十周年的计划当中的 会呈现的两个完整作品 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发展计划 所以像去了日本奈互内马戏节之后 在两年后 也就是今年暑假 我们会在冬季旺域期间 去日本进行三个城市的巡回演出 因为透过国艺会作为一个中介者 然后将我们这种 在国际发展上相对比较没有经验 比较年轻的团队 和已经很有经验 比较资深的前辈们 有一个经验上的交换 和资讯上的交流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一项珍贵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未经验下 我们在未经验下的交流 我们在未经验下转发展 我们在未经验下转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